很早 我真的想要做一些事件的影片 這一點 本席要叮嚀主委 本席認為 作為一個部長級的國家的政務官 在你所屬業務裡頭 整個社會價值的領導 價值領導部分的角色 主委你還是要扮演 不要太客觀化的把自己呢 全部推脫到整個行政作業程序當中 客觀的一份子 像這樣的一個事件 可以說在整個社會 非常憤怒的情況之下 而且婦女團體也已經出來 公開的檢舉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非常希望 你們當部長的人 適時的公開的表達 你們對這件事情的價值位置 你們的價值論述是什麼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 以正視聽 基本上就是一種 很明確的希望媒體自律 希望所有人自律的一種力量 那本席是覺得主委在這個部分 有愧之手 好我希望主委 你在扮演這樣角色的時候 要意識到自己作為社會價值的領導人物之一 你應該要有的公共角色啊 你還是沒看嘛 你如果看了以後 你心之所為 你的態度會非常不一樣 你會要求立即召開臨時的諮詢會議 而且你會適時的讓社會知道 應該要自律 你連這樣的角色都沒有扮演 我希望你改進 謝謝文子貞 好 那相關的法令規定 其實我們也很無奈 你知道現在婦女團體的檢舉 他們希望能夠停播 要求節目停播 並且把這樣的一個節目表現 當作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來作為未來合照時候的準據 主委你知不知道相關的法令 這些婦女團體他們的要求 你們有沒有法律工具 可以幫忙他們達成 跟委員報告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陳出委員剛才所提到的 我想 民眾所反映的是一個 普遍價值的被侵犯 而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 對 這點是很清楚的 那第二件呢 有這麼多的民眾 對於特定的節目內容呢 有 應該說是非常奮鬥的反應 你要節省我時間 OK 然後呢 那這一點呢 我相信 所有的媒體應該領餘社會的輿論 本來就應該第一時間處理 那我們一定會在我們執掌範圍之內 包括我個人呢 我盡我最大的 文發出去了沒有 還在問大家委員的時間喔 蛤 你們日子決定了沒有 開會的日期決定了沒有 內容的處理呢 原來就要徵詢 包含這個 性別的專家 沒有啦 我們發出去了沒有 日期敲定了沒有 開會日期敲定了沒有 蛤 包括委員目前還在聯繫中 因為我們要19位委員才能夠 太慢了 太慢了 你要知道這個事情罰起來 你看到相關法令的規定 以你們的組織法來講 這是你們的權責範圍啦 你們的組織法第三條 一項五款嘛 還有呢 你們的處誤規程的第十一條第一項 這個都是傳播事業內容的問責 自律的推動 節目及廣告的監督管理 內容如果涉及兒少女性跟弱勢權益之監督管理 內容涉及分級及防護之監督 他兩段影片 一段影片是一對夫妻在棉被裡面的行動 另外一段影片呢是有關於襯衫的女性 好這兩段影片其中有一段影片涉及分級 另一段影片涉及兒少跟女性跟性騷擾 好這些你們都是你們的職權的範圍 但是你們所可以罰的罰則是很輕的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七條 如果是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大概只能夠以第十七條的第二款第三款來處理的話 法則呢在第三十六條的規定是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 本席認為要從重處理啦 主委 要從重處理啦 你如果看了 你就敢這樣對社會宣誓 這種事情不能重輕發落啊 太嚴重了 太嚴重了 已經到了低級下流的地步了 不能重輕啊 主委你要有價值領導啊 因為罰則很輕啊 最多只不過罰一百萬啊 嗯 而且我們對於性騷擾 涉及性騷擾的部分 是告訴乃論 而且是當事人跟對方求償而已 對於媒體的節目 涉及性騷擾的部分 本席今天研究起來 無論是在衛星廣播電視法 或者是性騷擾防治法 這兩部法典裡頭 對於媒體公開涉及性騷擾之節目 或廣告之播出呢 沒有法則 沒有這部分針對媒體的法則 只能把它放在所謂的違反 公序良俗的這一款 這個部分也是立法的疏漏 本席希望說 主委在這個部分 你的態度 要更負責一點 更積極一點 第二個我們來談4G 4G呢 本席知道你們還會有 第二波4G的釋出對不對 YMAX 這是不同的頻段 整備完成之後就會釋出 你們會釋出喔 這釋出的頻道裡頭呢 你們會釋用歐規跟中規的混合體 以及會保留50MHz來完全釋用中規 是不是 這個我們非常反對 今天我在這裡提示 我們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你們大概進度什麼時候會準備完成 跟文報 這個有關於頻普的規劃 在ITU 是有建議各種安排的方式 國際電信聯合會 要釋用中規 另一個主張呢 其實是190MHz 全部採TD的這個 來不要浪費我太多時間 我們今天在談開放二類電信也好 談4G也好 其實談到的都是你們整個願景是什麼 我們記得 部長張善政他在這裡跟我們講過啊 採用中規 然後跟中規呢一起合作 要去全球開拓什麼 5G的市場啊 要共同合作去開拓5G的產業 要跟中國緊密的結合到那個地步啊 所以今天包括二類電信 包括說4G的基地台的設備的使用 包括YMAX要開使用部分的中規 到最後呢 要跟中國一起去全球開拓5G的市場 這樣的一條線 整個你們規劃未來的藍圖 都是大家非常擔心 國安、資安其中的一部分啦 已經不是什麼只有服貌的問題而已了啦 將來如果我們跟中國一起 要去全球打開5G市場的時候 如果你第二波4G的開放 已經開放到中規的這個硬體的使用的時候 那個都已經超越我們今天談服貌時候 國安更嚴重的範圍了 更何況你的服貌 來看一下 今天從去年8月份開始 學者都已經告訴你了 你服貌開放的這三項特殊的業務 其實是定義非常不明確的三個部分 本席特別從你們相關的法令規定裡面去看 你這三個部分到底是包含哪一些業務 確實是非常的模糊喔 來,你們的管理規則裡面有沒有這三項 你現在開放的所謂特殊業務的這三項 存取網絡、存轉網絡跟數據交換通信 這三項是你們管理規則裡面的哪一條哪一款 你們開放是管理規則裡面哪一條哪一款 我們請業管處長跟委員報告 來 我們有時間喔 報告委員 那個這個部分就是說 在特殊二類裡面呢 有針對 來啦哪一條哪一款 告訴我哪一條哪一款 你的管理規則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這三項 哪一條哪一款 跟委員報告這個部分呢 是依照兩岸那個投資條例裡面呢 他們要進來投資的時候 要符合這個規定的 那他們在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目前呢 針對這三項 你開放的是管理規則裡面講的哪幾項 哪一條哪一款規範 沒有 好 你二類電信管理規則 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裡面 完全看不到哪一條哪一款 是特殊業務裡面的這三項 反而呢 在你的服務項目的網頁上面 服務項目的網頁上面 這三項呢 根本沒有放在特殊業務裡面 這三項是放在一般業務裡面 然後你來看 你的一般業務總共呢 有14項 這14項裡面就唯獨這三項 對於內容完全沒有說明 完全沒有界限 那麼學者專家現在 就在你的營業項目的一般項目裡面 這14項裡面扣除這三項 其他的11項全部排除以後 你這三項空白項目呢 幾乎包三包還網際網路 所有的業務都在裡面 所以你到底是開放了多大的範圍 現在呢你的管理規則 沒有辦法去界定 你的服務項目 沒有辦法依照福茂所簽訂的去界定 你到底開放的是什麼特殊業務裡面的這三項 報告委員 這是那個第二類管理規則裡面的定義的第四項裡面 第二類特殊業務裡面呢 他是租用國際電路專線提供 那你為什麼不這樣寫 你為什麼不這樣寫 你為什麼 為什麼他開放不是開放 所謂的特殊業務租用國際電路 提供不特定用戶國際間之通信服務 那如果是租用國際電路提供不特定用戶國際間之通信服務 這範圍很廣喔 那個報告委員 那個我先比如說第一項的那個 純轉網路服務 他是用戶租用專線網路 那這個部分呢 在國內就是租用國內的專線網路 現在開放的特殊二類呢 他是租用國際專線網路 你寫在哪裡啦 本席要問的是你寫在哪裡啦 你沒有啦 然後在你的內部的管理規則裡面也看不到 看到的反而是在一般業務裡面 完全沒有界定範圍的開放性的這三項 所以你到底寫在哪裡 你現在跟我講你是開放第四項 可是在你的管理規則裡面 你的第四項沒有名列這三項業務 然後把它放在你講的國際間之通信之下面啊 那個管理規則的第二條的第四款 就是那個第二類特殊業務 它的定義裡面就是 沒有啊沒有這三個詞啊 你第四款沒有這三個詞啊 你這三個詞 反而是在你後面的一般業務啊 現在問題就出來了啊 所以學者專家從去年八月就質問你們了 你們將來怎麼去規範他申請 他的申報 他的申報 他的申請 你要用什麼 去說我符合國際協定啦 跟委員報告 我會具體了解那個規範的依據 不過跟委員做一般的說明 在這個經貿談判時候 開放的是貨品跟服務的那個標號 那個是很精準的 所以你們沒有寫標號啊 學者專家就是說 你這三項沒有寫標號啊 不 這個是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委員都看到他有一個 英文跟數字並用的代碼 你們提供給那個 沒有代碼 就是沒有代碼 我們會把 不要在這裡說謊 就是沒有代碼 本席都查過了 而且學者專家已經說了 你開放 你卻沒有 沒有助名單 你沒有助名代碼 然後在你的管理規則裡面 也沒有這三項文字 然後在你的服務項目裡面 這三項是開放式的 沒有限定範圍的 放在一般業務 好 針對我們這個委員 提出的質詢 都在你們黑白說 都在你們呼籠 回覆一下吧 你們隨便怎麼改 就可以改內容 你們隨便怎麼改 就可以改內容 謝謝我們管必領委員的質詢 而且你們在這過程之中 沒有角色 你的角色是什麼 是在簽訂了以後 用電話跟電郵問業界意見 你們所有的報告都說 簽訂了以後 你們用電話跟電郵問業界意見 就敲訂了 然後訂的是沒有代碼 沒有代碼 然後在管理規則裡面 語力不詳 範圍不清 的這三項業務 你如果是一般業務的這三項 問題很嚴重喔 問題是在你的管理 可是在你的管理規則裡頭就是這樣啊 來 請書面回覆一下 謝謝